雍正爷在甄嬛传中疑心比疑修更重 所以他才会察觉甄嬛和果子梨关系非同一般 但他到死都没有料想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龙凤胎 名字连起来的毒音 竟是甄嬛背叛他的铁证 做事从不留痕迹 他为何会在孩子启明这件事上 留下出轨的把柄 其实啊 雍正最后都不知道甄嬛背叛自己 着实情有可原 根据皇帝的性格 如果他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骨肉 就算是最后一口气 都会强撑着病体除掉甄嬛 毕竟他的眼里绝对不容背叛 关于果郡王和甄嬛非同一般的关系 皇帝虽说有所了解 但也没有想过两人会出胎暗结 再则 果郡王戍边的时候 凭借骁勇善战赢得不少名望 这令疑心病重的雍正非常忌惮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到果郡王与甄嬛的瓜葛 才会来个一石二鸟 让甄嬛去毒死果郡王 房子里面走出来的只能是甄嬛 甄嬛迫于无奈 牵去同果郡王会面 他心里十分悲痛 又实在是想不到解救之法 因此 他打算替果郡王喝下毒酒 结果关窗户的时候 果郡王果断调换毒酒 最终 这位潇洒的石七爷死在甄嬛的怀中 关于这段剧情的发展 不少人有这样的疑惑 如果雍正真想除掉果郡王 随便找个理由便可以做到 为什么非要让甄嬛去送毒酒 雍正虽说是个心狠手辣的皇帝 但他毕竟不是昏君 在没有确凿证据下 雍正不愿意滥杀无辜 虽说后宫早传出二人的风言风语 不过所有证据都是说明果郡王对甄嬛有情 特别是果郡王率兵追和亲队伍 雍正更加确定果郡王爱慕甄嬛 同时呢 他还在思索一件事情 表面上甄嬛没有接受果郡王的爱 那他的内心是否已经有其他想法 加上雍正自甄嬛回宫后 对失而复得的爱人特别宠爱 因此雍正也不能接受甄嬛给他戴绿帽子 才有让甄嬛送毒酒杀果郡王的一幕 如果甄嬛对果郡王没有感情 让对方喝下毒酒并非难事 如果甄嬛自尽和二人一起出来 那果郡王和甄嬛立马会被门口的杀手除掉 终于皇帝得到了满意的消息 果郡王喝毒酒死了 走出来的是他的缓缓 也是在这一刻雍正结束对甄嬛的猜忌 他对于甄嬛的爱变得深刻起来 可经过这么多事 甄嬛对皇帝没有了感情 甄嬛为什么会不念旧情 要找雍正复仇呢 他到底有没有爱过雍正 甄嬛被迫给果郡王送毒酒 之前确实是爱过雍正 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也让他一生认定爱皇帝一人 最初才会拒绝果郡王的追求 因此得到皇帝的宠爱后 甄嬛死心塌地地跟随皇帝 一心一意想做好嫔妃的角色 但他想要的雍正终归给不了 因为雍正是皇上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他和雍正的感情纠葛 实际上是甄嬛赴了雍正 雍正有始至终做的一切 都符合皇帝的身份 毕竟他的妃子实在太多了 加上每天忙于朝堂政务 根本无法处理好 众多女人之间的关系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雍正对甄嬛 也算是独一份的好 记得甄嬛误穿纯元的衣服 已经触碰到了雍正的心理底线 如果换作其他妃子 怕是早就被他杀掉 但面对甄嬛 雍正也依旧选择容忍 甄嬛自行出宫修行的时候 通过双方表情和话语 其实也不难发现 皇帝对甄嬛说的是气话 他并没有想过真废掉甄嬛 而果郡王呢 在封建王朝的背景下 他不管是做臣子还是弟弟 都不应该给皇帝哥哥戴绿帽子 何况 在雍正爷的眼中 果郡王对他的皇位构成一定的威胁性 因此 果郡王会死在情理之中 甄嬛能够在这件事情中活下来 算是雍正大度 然而 甄嬛却一心想将雍正置于死地 可以说他确实是赴了雍正的 而甄嬛开启复仇之路 来源于果郡王被杀 站在甄嬛的角度出发 他被迫毒害果郡王这件事 没那么容易过去 雍正有太多的枕边人 在甄嬛的视角里 他只有雍正一个夫君 因此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雍正有很多期待 可随着故事剧情的不断推进 甄嬛对雍正爷的期望 一点点变低了 到最后彻底心灰意冷 甄嬛经历太多痛苦 幡然醒悟 他认为雍正是个没有感情的帝王 从他这角度来看 雍正是先赴了甄嬛 甄嬛才逐渐憎恶他 雍正爷临死试探 甄嬛和果郡王的关系 甄嬛为什么宁可爆出梅姐姐的秘密 都不愿说出自己和果郡王的事情 他生下的龙凤胎 名字当中又潜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雍正爷的身体不断变差 这让复仇的甄嬛等人 找到了可乘之机 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 雍正爷最终病倒在病榻上 临死之前 雍正非常希望甄嬛 能再叫他一生死狼 然而呢 甄嬛却严肃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刚入宫时的甄嬛已经死了 雍正也很清楚他这话中的深意 不由试探起来 还故意提到果郡王 而甄嬛直接爆出 净和公主是沈梅庄和温石出的孩子 雍正顿时气血上涌 瞬间对甄嬛破口大骂 甚至想要去扯身边的黄袋子 根据清朝的律例 皇帝死因有疑扯下黄袋子后 在场之人全部会被处死 可是这一切都在甄嬛的算计当中 他看着雍正的动作依旧镇定自若 丝毫没有担心的迹象 此时可以发现 甄嬛的权力已经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甚至能够决定下一任国君究竟是谁 他才会畅快地说出温太医和梅庄的事情 但他还是没有提到自己与果君王的事情 毕竟皇帝还没有真正断气 此时的甄嬛依旧不敢冒这个风险 因此雍正苦苦想要找寻二人是否苟且的证据 就算去世都没有得到结果 其实雍正也不知道的是 他想要的证据藏在双胞胎的名字当中 当初甄嬛前往甘露寺修行 甄嬛暗地才会和果君王有思相授受的机会 后来甄嬛为了家族和给父中孩子一个名分 决定重新回到后宫争权夺势 龙凤胎才顺利生了下来 老来得子的雍正皇帝格外欣慰 他对甄嬛更加宠爱 浑然不知孩子不是自己的 甄嬛的心也不再属于他 而甄嬛那个时候知道 和果君王再也没有在一起的机会 他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双胞胎孩子身上 毕竟这是他和果君王的爱情结晶啊 于是甄嬛给两个孩子取名为灵溪和红瞻 表面上看去 这两个名字似乎没什么问题 雍正也十分高兴 他以为甄嬛是想和自己心有灵溪一点通 然而雍正不知道的是 灵溪和红瞻有西岩的意思 西岩呢 是果君王跟甄嬛的定情之花 这直接证明龙凤胎不是雍正爷的孩子 而是果君王的亲生骨肉 可惜雍正到死都不知道 事实上啊 这也不能完全去怪甄嬛心狠 雍正没有珍惜他的感情 记得甄嬛最脆弱的时候 雍正和安玲蓉正轻轻握握 甄嬛靠果君王重火心生 雍正又逼他送毒酒害死心上人 甄嬛这才会走上黑化之路 不惜联合他人开启屠龙大业 尽管后来甄嬛大获全胜 跟他不对付的所有人全部下台 但他一人坐在那尊贵的太后之位上 未尝会真的快乐开心 感谢观看